这个Edwin Lambert在中国的歌迷的主页 哇 非常热闹 Edwin Lambert 1月29号生日 当然呢 他在2009年参加American Idol 选秀还没有绝出这个正式的年度冠军的时候呢 就已经非常受到关注了 因为他是最受争议的一个选手 他在10岁的时候开始表演音乐剧 得了很多的奖项 但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呢 据说并不会非常的受关注 那个时候呢 大家觉得他很怪异 包括到现在 这种眼光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但是你会发现 当他一站在舞台上 在现场表演的时候 还有那首For Your Entertainment Music Video当中 你可以看出Adam Lambert的光芒呢 是完全是属于舞台 还有美光灯的 今天在他生日的时候呢 送出两首歌曲 首先听到的是 他在比赛当中呢 曾经演唱过的翻唱字 Tears for Fears 1982年的一首热门单曲 Mad World 今后是For Your Entertainment 上周 Top 20的冠军 All around me are familiar faces Worented the milita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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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